三天的地方 啥得穴啊 它坏 这个量干可以卖钱的 对啊 这个可以卖钱 把它捡起来不然这个穴把它砸了 砸坏了,盛掉了 这边的分裂是胜利的局型 昨天你钱多少个红包啊 昨天还钱两个 还钱两个啊 你怎么钱那么少 把我挤死了 我一个都没收到 大人四块钱的老人一百块啊 奶奶规矜着的啊 哪里有一百块 一半把红包吗 奶奶规矜了 小孩子就十块 老人就一百块 小孩子两块 看你穿了是几块啊 你穿了是几块啊 你穿了是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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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来打着你 看完美的杯子 打他 打他 嘿嘿嘿 小伯爷了 打他 出来 出流 我也想玩了 出来玩水 快下来 我也想玩了 快下来 你来个手后再走 不用再走到 新的啊 小伯爷 快下来 跟姐姐玩水 玩水 来不来 你看 想去哦 想去 做些什么烟花 还晃得不熟呢 做些什么烟花还晃得不熟呢 挺热的啊 挺热的啊 挺热的 挺热的啊 挺热的啊 是吧 挺热的啊 挺热的 这么说比较简单 那是七分比较 还是有啊 这个把他放那里去啊 那边那个 哪里放那里去 你就放这里等雪花拿 拿上去干了吧 不行 它会融掉呗 哎 老呀 如果你雪太大了把它盖住了 它就里面融掉了 没用啊 你那个画型怎么这样子的 怎么变成个卷模了 哈哈哈 无法 我在晚上洗了头 然后没有吹干嘛 太困了就睡觉了 你早起来就是头发就成了这样子 像烫过了一样 你看你的头发 感觉怎么有点带自然卷了 晚上睡觉了 没干了 水卷了 水卷了 你这么短的话睡得卷 短头发比较有可能 你不用花钱去烫了 老鸭的头发挺多的 你看好厚 老鸭的画型有点像老妈 老妈的头发也是又黑又多 我多好啊 他不会开领了 老了不会兔头啊 哈哈 掉不光 对呀你看 我少了的话 一到四十岁那个头就兔了 中年大叔 哈哈 哈哈 我们两个那时候结婚的时候那次没请月队啊 没请 那次比没这么多了 哈哈 哎 那你什么时候再给我补办一场再请个月对吧 都热络一下嘛 哈哈 婚礼怎么能补办呢 你已经搬过来还搬今儿吃啊 哎 十周年叫什么呀 也不能办婚礼啊 要给两个人亲自就行了 大概叫什么金婚银婚是多少年的 六十年 六十年 哈哈 等什么年 那等六十年就给我补办一个给我办一场呗 你先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会儿等会儿打你 你这个鞋子这个鞋子看一下 嗯 还挺难的呀 嗯 那那个小鞋子就完成了 你那个就叫雪人啊 那那个小鞋子就完成了 嗯 太大了 那你这个雪人挺简单的 不是呀 挺简单的 小孩子就是不怕了 好冷了 好冷了 快不玩了 进去烤火吧 快点 太冷了 手都冻了 你看 看到你那个画型我就想笑 标准那个卷膜 无法多 好啊 不是 是个卷膜 哈哈哈哈 哦 对了 对了 那天你给 爸爸发了个红包 他也没收啊 没收 他不肯收 那真的生气了 可能我们没去生气了吧 没收 他不收 他不要 他怎么收啊 他没说什么啊 他也没收过 他也没领了 实际上的朋友们 那天是农历的二十二 那天啊 那是岳父的生日 他早上打架 叫我们去吃饭 那天家里可能来了一些客人 把饭菜做好了 叫我们中午去吃饭 我们一直就没有去那天 那天我们家里比较忙嘛 因为舅舅那边的客人 刚好二十二那天过来了 所以我们都没有抽出时间来 那岳父在家里等他好几乎 后来又说 打电话说去不了了 后来 刘明给他发了个红包 他应该是说没有收 他老人家应该不想要我们的钱 应该没有生气 没收 没收就算 我也知道他不会收 今天我们忙完了 刚好也是 早上去赶街的时候嘛 去那个街上 就看到那个有个车上挂着 又在买那个 真皮子那种皮 你给他买了一件皮 是真皮子 我买了一件真皮子皮 在哪里 不尝一下他老人家 不然的话等下我下次去了 不给我们做好吃的 在哪里我看一下 你这个车的花还不去的 你这个车的花还不去的 直接把它去了 开着别出去又不这么好 就是那个街上 像那种新疆还是 那种那种 那种买的那种 说是真皮子就靠冷了 不觉得只能还可以 没来一样 一百多少钱呢 哪个人经常来买 几百块 你不要买双挡咯 还不便宜 不要买双挡咯 我说 应该不是 真皮子我还是不认识 因为我们在广东 做到那种的鞋子 皮完就认识了 你也是认识了 今天我们就去给他吧 方便给他去推走一下 其实我最怕跟岳父买衣服 因为岳父的衣服 一般都是 他要正能好一点的 他要比较时尚的 他穿鞋子 他不像我们老爸他们 穿那种六七十岁 老人家穿的 岳父他穿的衣服 他就穿差不多三四十岁那种衣服 比你穿的还年轻 比我这个时尚面感觉穿的 因为他看起来还是比较年轻 本来就看着比较年轻 六十多岁 我们看起来像四十多岁 可以拿去给他吧 好 你这个帮你现在不错 比我都想得走的 我以为我给他画红包 他不时候就算了 就没想那么多 也没想给他买礼物这些 那肯定不行的 你想想 你要把饭做好了 本来我们已经答应了 你要是答应他 是吧 他让你等 那么久 后来我有时候不去 那肯定是要给他买的东西 不错不错 值得奸礼 这个是应该的 应该 毕竟老人家过生日了 他肯定是想 那些儿女 去处理一下他 对吧 对对 所以他心里肯定是有一点点 失望吧 也不是说生气是吧 小时候失望吧 对 然后给他买点东西 做得多 他不缺衣服 他也不缺钱 就是吧 比如说 我们尽了我们自己有点 尽孝心吧 是不是 应该的 这样他心里会觉得 同样的 高兴点 开心点 是吧 好 然後 到 李 李 儿 务